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出埃及记 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 那么这一段呢 就讲到第十斋 长子被杀的内容 二十九节到了半夜 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 直到被掳求在监理之人的长子 就是从上到下 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 从人到牲畜 净都杀了 在前面上帝在十一章 已经跟摩西说了 也警告过法老 在十一章的第十节 就说约到半夜 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 等等 这个都已经说了 前面已经有预告 那现在就是实况的发生 三十节 法老和一切成仆 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 这个起来是一个懊悔懊恼的起来 是一个诧异的起来 其实是真的很可惜 因为前面九灾 上帝已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 上帝已经说到 做到那么多次 给法老那么多的机会 当最后一次这个警告的时候 法老竟然他不愿意扶下来 那个代价是什么呢 在埃及有大哀嚎 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连法老的这个长子 继承人也都是 我们前面有提到 法老自己认为自己也是神 他是从一个角度 是太阳神的这个儿子 他们自己会认为 所以法老等于太阳神 在地上可以呼风唤雨 那他的儿子也是储备做王 基本上他也会被当作神 一般的看待 上帝这个杀长子之灾 直接针对的就是 对法老的崇拜 连法老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保护他的家 没有办法保护他的长子 那夜间都起来了 埃及的众人 你就知道说到了半夜 一个一个很惊恐的 很害怕的起来 然后看见长子被击杀 有很大的哀嚎 很大的害怕 知道哇 希伯来人的上帝 是真的是大有权能 我们得罪了这个上帝了 夜间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 三十一节夜间 前面都说明天明天明天 挖灾的时候 摩西问说那什么时候 让这灾离开 法老说明天 可是这个时候 是连夜 连夜 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 说起来 连你们带以色列人 从我民中出去 以你们所说的 去侍奉耶和华吧 也以你们所说的 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 并要为我祝福 前面我们已经有说 那时候 法老 对摩西说 你离开我去吧 你要小心 不要再见我的面 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 你就必死了 摩西说 你说的好 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 那摩西也预告 第十一章第八节 你这一切臣仆 都要福福来见我 说 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 都出去 其实 摩西老早就预告 这次是 法老主动的 要来找摩西亚伦 然后呢 前面 法老都会打折扣 要么就是让壮丁去就好 要么 再来就是 老弱妇孺都可以去 但羊群牛群 牛侠 但这里呢 全部都去了 他说 起来 连你们带以色列人 在夜间半夜 从我民众出去 现在赶快走 依你们所说的 去侍奉耶和华吧 也依你们所说的 连羊群牛群都带走吧 就是 没有 没有任何条件 无条件投降 都带出去 并要为我祝福 因为法老他心中 还是很震撼 三十三节 埃及人催促百姓 因为大家觉得 哇 再留下以色列人在这里 我们不知道在受什么灾 前面 各灾 我们整个埃及都败坏了 那现在我们连长子都被杀了 所以呢 埃及人就催促百姓 就是以色列百姓 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 赶快走 赶快走 求求求求你们了 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 意思是我们都快败坏完了 都快死光了 我们这个死亡前面是黑暗 好像摸得到 这里是死亡 好像摸得到了 那么近在眼前了 本来当上帝吩咐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相信 哇 法老那么有权势 我们不过是奴隶也不用军队 怎么可能离开 上帝早就预告 那时候以色列人会打发他们离开 催促他们离开 三十四节 百姓就拿着没有效的生面 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 扛在尖头上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画形 向埃及人要精气 盈气和衣赏 耶和华叫百姓 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 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状况 埃及人本来是很高傲的 那以色列人是奴隶 这个埃及人好像可以任意的带他们 现在他们觉得 这群人在这里 真的我们再不让他们去 我们整个埃及都败坏了 我们长子都死了 所以赶快你们快走 也不敢再得罪这群人 所以当以色列人说 跟埃及人要精气盈气的时候 前面我们解释了 把所欠的工资归还 他们也赶紧 都拿去都拿去 赶快您只要离开就好 全部给你了 所以 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的离开 像是一个得胜的军队 带着战利品 而不是很匆忙的逃跑 在这里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其实从第十一章 一直到第十二章三十六节 它在整个西伯来文的结构 跟昨天一样 它是一个大的平行对称的结构 这是一个平行对称结构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看经文 读一读发现 怎么这里不是读过 怎么归毁又读了 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平行对称结构 就会看到 它是在编排上刻意安排 我们来看这个整个大的段落怎么对称 在十一章的一到三节 十一章的一到三节是在讲 以色列出埃及的预言 就讲到说 我在死一样的灾殃 临到法老和埃及 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 他容你们去的时候 总要催逼你们都要出去 你们要传于百姓耳中 叫他们男女个人向灵色 要精气引气等等 那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 说什么呢 就是这样 就是像埃及人要精气引气 然后他们的埃及人要催促百姓 打发他们快快离开 这是一个对照 前面是预言以色列出埃及 这里是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在中间呢 十一章的四到八节 是杀长子之灾的预言 那么十二章的二十九到三十呢 是杀长子之灾的 这个发生的实况 就是发生的状况 那十二章呢 一到十三节 是逾越节的规定 那十二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八节 是他们过逾越节的状况 中间夹的是什么呢 就是除效节 就是十四到二十节 就是除效节 那除效节我们昨天也谈到了 这个除效节它也是一个平行对称结构 最核心最中间的 就是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所以这整个大段落 从第十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二章的三十六节 它整个最核心的最中心的 它要讲的意思是 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它最核心的内容在说 今天我施行拯救 那昨天我们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拯救的概念 其实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关于军队 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 其实原文是把军队了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军队 所以上帝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我要记得在这一天我带着我的军队离开埃及 那为什么是军队呢 当然以色列百姓也是上帝的子民 这里特别用军队来描述 是军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是为了打仗 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成为 他离开埃及做神的子民 这里同时也得了另外一个身份 做上帝的军队 作为耶和华的军队 那耶和华的军队是为了什么征战呢 是为主征战的 是为上帝征战的 所以以色列百姓蒙拯救 被救赎出来 他赋予一个积极的目的跟意义 就是为了耶和华而征战的 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地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打战 这是耶和华的军队除灭 这个迦南人的邪恶 或者除灭当时候亚摩利人 一些邪恶 而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 到了新约也是一样的概念 我们今天蒙拯救 我们也做神的儿女 可是我们也有一个积极的意义 我们是为主征战的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军队 而军队就是要除灭罪恶 从一个角度当我们信主了之后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是要胜过自己的罪 对付自己的罪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得胜 另外一方面是整个教会 要来使人与神与人和睦 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主征战 我们传福音 我们建立教会 我们也安慰人建造人牧养人 建造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蒙受救赎 蒙受救恩 不是为了安逸 不是为了单单享受神的恩典 而是要为主征战 继续传扬福音 继续高举于主的名 在我们个人 在社区大大的为主得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您拯救我们 谢谢您 赐下各样的恩典 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拉拔出来 好叫我们今天领受各样的丰盛 各样的丰富 主啊 让我们看见我们领受恩典 领受救恩 不是好像存放在口袋里面自己享受 乃是成为军队 成为上帝的军队 为主征战 为主得胜 为主得人 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你的百姓 看见我们蒙你拣选护召的使命 更多的愿意起来 勇敢的建立教会 传扬福音 让你的名在各地被高举 在各地被传扬 为主征战 大大得胜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